大家好 今天我去山里帮朋友挖点斧子土 像现在这个天气特别炎热 外面的蚊虫特别多 在我每次进山都要做好安全仿佛 你看 必须穿两件衣服 然后脚下还必须要穿雨靴 你们猜猜我刚才在这十来米的山路上 遇到了什么 接下来就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这条就是去山里的一条小路 我现在是穿了雨靴 然后地上全部是落叶 你看这个路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五步蛇 你看 这个就是五步蛇 它就在这个路边 而且跟落叶的颜色都差不多 如果你眼力不好的话一下还分辨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去野外 一定要穿那种长的靴子 我们继续上前走 我们不要惊动它 一般这种动物 你没惊动它的话 一般它是不会攻击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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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看看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树枝下面 又躲了一条 我们继续走 我们沿着这条小路走 你看 这里又有一条 它身上的花纹 它身上的花纹 跟周围的落叶 都特别相似 它就在这个小路边 所以说我们去野外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脚下 看清楚了脚下 才可以行走 好了 就这短短的十二米的山路 我就遇到了三条 估计那些落叶里面还会有 我只是没仔细看 所以说我们去野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做好安全恍复 脚下必须要穿雨靴 然后身上必须要穿两件衣服 像这种五步蛇 一般是没有攻击性的 我们也不要去伤害它 也不要去惊动它 因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 而且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零零有责 好了